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各位收看由Mate学院推出的简易版QQ项目制作课程 经过上几节课的学习 我们是不是已经把这个简易版QQ的一个选项卡的界面给它做出来了 而且我们还在这个选项卡的界面去请求了网络 已经把网络上面的数据给请求到了 今天我们要做什么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要就做的就是这一步 我们要把这个Json数据给它解析掉 解析完成以后 然后我们要设置到我们的ListView上面去 我们今天就要做这个操作 然后我们今天要做这个操作呢 我想先给大家画一张图 帮大家理清思路以后 因为今天的代码特别多 我就提前写好了 而且自定义ListView特别简单对吧 只是现在的数据是从网络上面获取的数据而已 所以我这边呢 我就想把这个思路给大家分析清楚 分析清楚以后 让大家知道我是怎么写的 然后大家下来以后自己写出来就没问题了 好 我这边就先简单的给大家画 画一张图片啊 大家稍等一下 好 我先打开我的这个画布 首先我们的一个操作流程是什么 我先用一个提示框来写出来 首先我们是要从网络上面 从网络上面下载数据 然后把 然后把数据 把Json数据解析 Json数据解析出来 解析出来以后 然后存入到类里面 存入到集合里面去 对吧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自定Adapter它的一个思路 我们自定Adapter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把数据给它存入到类 这个类再存入到集合 然后我们再用BasedAdapter来实现的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多了一部Json解析而已 存入到集合 设置到自定义的Adapter里面去 我们今天呢 就是一个这个思路了 对吧 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比较小的知识点 这个小的知识点是什么呢 我们先把这个我们一边把这个打开 然后一边说 这样方便大家一个思路清晰一点 我们先把什么打开 我们先把我们的Tomcat 让它运行起来 对吧 好 然后我们再来哪个地方 我们再来看到我们的这个Json数据 这样的话就给大家讲到 然后就大家的思路更加清晰一点 大家注意观察 我的这个头像 它是一个UIL地址 对吧 这个一看就是一个UIL地址 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我解析完的一个Json数据 它还是一个UIL地址 那我这个UIL地址是指向了一张图片的 我是要把再 我要再把这张图片再网络下载到SD卡里面吗 这个我们先提出来 我现在不做解答 等一会儿的时候 我们再做解答 好 我们知道有这个小门槛了以后 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代码应该怎么写好吧 好 我们先来到 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上一次的一个流程 就是当我们进入到主界面以后呢 我们的网络请求是已经做了的 然后这个网络请求就可以在这里把这个Json数据给它打印出来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网络上面的数据已经请求过来了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把这个数据给它解析 给它设置到一个类里面 这个类给它装到集合里面 对吧 然后我们要解析 我们怎么解析 非常简单 我们就用一个Json来解析 大家在使用这个Json的时候呢 就要去再导入一下这个Json的架包 这个架包在哪里获取到呢 是在我们的GitHub上面 在我们GitHub上面 大家搜索Json 然后就可以下载这个架包 然后给它导入进去 我们就可以调用这个方法 因为在我们基础课程里面 大家注意观察 在我们基础课程里面 我们是不是用那个JsonObject 然后一句代码一句代码的写 然后这个Json呢 就是一个第三方的开源库 它可以只用两句代码 就可以把一个Json 给它解析出来了 也有同学会问呢 这个Json啊 老师这Json我不会对吧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流程 我简单的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Json Json解析 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 也非常好用 也是我们实际开发过程中 运用的特别多的一个解析 用的一个框架吧 然后大家注意观察 这里有非常详细的一个解释 就是我们怎么去解析一个Json 这里有非常多详细的解释的 我这里就不带着大家一一看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自己下来自己看一下 我这里就直接写好了 我是怎么样的 是首先创建一个Json对象 对吧 创建一个Json对象 然后呢 把我们的Json数据 这里就是用Json的一个方法 forJson 就可以怎么样 把我们的Json数据 给它丢进去 这个是第一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个Json数据 要装到哪一个类里面 对吧 就装到我们这个userInfo werper这个类里面去 然后它就可以把这个Json数据 给装载到这个类里面了 是不是特别方便 我们用第三方开源框架的时候 大家如果对第三方的东西 因为很多第三方的东西 可以提高我们的开发速度 很大程度上需要我们去百度 像这个我们每搜一个百度 就会有非常多的Json的详细使用 简单使用 各种使用方式都有的 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百度 自己百度一下 看一下这个怎么操作的 我这里就直接给大家写出来了 解析一个Json数据 转换为一个实体类 然后我们在我这里已经转换成实体类了 对吧 所以我要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实体类是干嘛的 这个实体类就是我们平时写 写本地数据的时候一样的 只不过这里有一点点小小的东西 就是就是它的这个地方 它我命名的这个成员变量啊 必须和我的主件是一一对应的 就比如说我的主件是Header 它必须要是Header 然后这个地方是Name 它就必须是Name 然后这个地方是签名 它就必须是签名 是必须要一一对应的 大家能够明白吧 然后呢我们 而且这个地方是要转换成一个实体类呢 我们是需要包装一下的 就怎么包装 我们首先是定义一个类出来 定义一个类出来以后 然后它内部呢有一个静态的 有一个静态的类 就叫做userInfo 这个userInfo里面就是包含了 我们这个Json数据里面的主件 然后给它一个set和get方法 然后我为了方便显示 我就把tooth trim方法也给实现了 然后完成以后 再给它一个公共的成员方法 一个成员变量 一个成员变量 一个list 一个list的集合 它里面是装载的我们的userInfo 这个对象的 我们只要按照这个方式来写 我们的一个JavaBin数据 然后就可以搞定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 它转化成一个实体类了 对吧 然后剩下的是什么 剩下的就是要 6一个自定义的adapter 对吧 6一个自定义的adapter 把我们的context对象和list集合传递传递过去 对吧 然后最后这一步就家喻户晓的 是吧 就setAdapter 然后就可以实现了 就可以把这个我们解析下来的阶层数据 给它加载到这个adapter里面去了 对吧 然后我们这个adapter就可以自己去操作去实现了 然后呢 这个adapter我们是不是也要看一下 这个adapter呢 然后就是怎么样 构造方法里面初始化数据 是吧 初始化集合 初始化context 然后这个确定个数 我就不不做细的解释了 对吧 因为这个是在我们前面视频有介绍到的 然后get wheel 然后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设置 但是这里有一个地方 我想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个smart image view 哎 我们的一张图片啊 不是一个image view吗 为什么这里是一个smart image view呢 这个地方就是我所说到的一个小的知识点呢 大家应该还记得吧 我们从网络上面获取的数据 就是我们这个头像的数据 它是一个url地址 对吧 我们的image view可以丢url地址吗 是不可以的 我们存入到集合里面的那个对象啊 它也是存的是url地址 所以我们呢 我用了一个叫做smart image view的一个东西 这个smart image view呢 就是这一个包 大家注意观察 就是这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 大家也不用做太过详细的研究的 为什么 因为大家 我带大家摆对一下 这个smart image view呢 是之前 大家注意观察这里 是设计的初衷呢 是用来取代安卓自带的 image view的空间的 它有些什么功能 它的功能就是支持通过url来加载图片的 然后一步加载它不会占主线层的 因为大家都清楚 只要是涉及到网络的操作 我们都需要一步来做的 但是它内部已经有处理了 我们就不用去关心了 然后它也是做了缓存的 所以我们只需要把点击这个地方 给它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以后 然后就是一个包 就是一个这样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smart image view 给它导进去 导进去以后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什么了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smart image view的set image uil 然后这个方法呢 我也给大家备注了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们请求的uil地址 第二个就是请求失败的图片 第三个就是正在请求的图片 这个请求失败的图片 大家应该如果用过手机QQ的同学 就应该很能够明白 是吧 当我们手机QQ联系人特别多的时候 我们非常快速的向上或者向下滑动的时候 它的头片 它的图片一开始不会显示出来 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显示一张灰色的图片 然后过了可能可能零点五秒左右 非常快速的时间 它就马上显示出真正的用户的头像了 对吧 这个就是请求正在请求的图片 然后请求失败的图片是什么 就是直接给你一张一个一张图片 一个灰色的 然后一个大红叉叉对吧 然后我这边我设计的是什么 我没有因为我没有做那个一张灰色的图片 然后一个大红叉叉因为我这边没有美工嘛 我就直接用了系统的那个图片 就是那张海贼网路费的那张图片 然后大家等一会儿的时候就可以看到 像这个设置自定义adapter 这个就是非常简单的对吧 首先又一个view出来 好 然后这个判断这个不为long 然后不为long的话 就把这个值给它复制给它 然后加载一个布局 用view的inflate加载一个布局 然后用findviewbyid取到这些参数 是吧 然后取得到取到参数以后 然后用这个集合的get方法 传入下标position 然后就可以得到我们这个item的值了是吧 然后我们再给它设置上去就可以搞定了 然后最后再把这个view给它返回出去 是非常简单的 这个自定义listview呢 我就不做太过详细的解释了 因为在前面的很基础的课程 而且这个listview是一个我们实际开发的过程中运用的非常多的一个技术 希望大家一定要掌握好而且一定要写出来 这个我们今天最难的几个点在哪里 最难的几个点就是第一个 我们这个基层的一个使用 这个基层呢 大家可以把它想成什么 想这个是google处的 这个基层就是内部封装了基层object 它可以非常快速的只需要几句代码 就可以把我们一个基层数据给它转化成一个java的实体类了 然后我们有这个实体类了以后 我们再给它放放入到我们的一个集合里面去 对吧 放入到集合里面去以后 我们做本地的adapter设置的时候 我们都是用集合来操作 这样是非常方便也非常爽的 对吧 然后我们只要能够把这个类解析出来 解析成一把基层数据解析出来转化成一个类了 然后再把这个类转化成一个集合了 然后我们再用自定义adapter的本地数据 自定义adapter的一个逻辑 然后把这个类似的集合给它传递过去 就可以设置了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什么点 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这个smart image view 这里也带大家看了一下 它就是用来支持UIL的 如果大家想看更加详细的一个解释 这里也有 这里也有非常多的详细解释 就是这个 用这个方法 smart image view 就可以加载UIL加载图片了 非常非常简单 这个方法 它其实就是一个自定义空间 这个自定义空间里面 它自己就去请求网络 异部的请求网络 请求这个UIL地址 请求完成以后 然后自己给它设置上去 大家就不用去关心它 所以是非常好用的一个空间 希望大家能够善用 灵活的运用我们的第三方的东西 因为实际开发过程中啊 我们用第三方的东西用的特别多 希望大家能够看完这个视频以后 自己百度一下 然后能够写出来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大家也可以在百度上面 在我们卖官网上面留下言 或者看一下我的发出来的圆码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自己百度 搞定一下这个第三方的空间 因为第三方空间 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一个东西 好的 然后我这里呢 就先给大家再运行一下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效果 是不是已经给它设置上去了 好 大家注意观察 我们现在正在部署 不好意思 刚才点错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new myqq 对吧 现在还在做初始化的一个过程 好 我们点击进去 好 大家注意观察到了吧 我们现在是已经设置上去了 然后大家注意观察 大家注意观察 当我拖动的时候 它是显示的是哪张图片 拖动的时候 大家如果看得快的话 就可以看到有些图片在加载的时候 还是显示的是陆飞的图片 对吧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方法 如果说你们要做得很精细 很好的话 你们可能就要找美工 去切一张这种 这一样大小的 就是这个图片 这么大小的一张图片 然后是灰色的 然后里面加一个圆圈 就一直在旋转这种 这样的话就会给用户一种感觉 正在加载 对吧 然后加载完成以后 就立马显示我们所需要的图片 就是这样的一个展示效果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下一节课我们就要讲什么内容了 下一节课我们就要讲 讲这个泡泡温度 我们就要讲 点击这个 点击这个设置这个按钮 然后会弹出一个泡泡温度的效果 这个泡泡温度呢 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好 我们先找到我们之前已经做好的东西 我们就来先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泡泡温度到底是什么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就要把这个泡泡温度给他做出来 做出来以后 而且还要实现一个什么 哎 大家注意观察到了吧 当我点击以后 它的颜色是发生改变了的 这个是状态选择器做出来的 我们要把状态选择器的知识 也给他穿插到里面去 然后当我点击以后弹出一个代log 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跳转一个界面 这个就看大家自己发挥了 因为我已经监听到他的点击事件了 我可不可以让他跳转页面啊 肯定是可以的 对吧 好 这个就是我们下节课的内容 这节课呢 我们就到这里了 好的 谢谢大家